各位哲學星期五的朋友大家晚安 在這麼冷的天氣大家還這麼熱 其實我好像沒什麼說服理事 在這麼冷的天氣大家還這麼熱熱的來參加 我想這個一定是對這個課題非常有興趣 今天我們也很榮幸的 就說邀請到兩位專家來討論這個問題 主題是對於一能家局 一能家局他在對台灣曾經寫過一本很重大的著作 叫《台灣畫誌》 那這本書其實在以前研究台灣史 他其實很多台灣史的研究的入門 說是入門其實是因為早期沒什麼書可以看 然後就看這個 可是對不起要入門也很難 因為他的日文是明治時期的日文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他閱讀上也很困難 而且其實他這本書也曾經製造了很多台灣史專家 就是說在很早以前 就是說早期的像台灣文獻裡面有一些人大概就一翻一翻著作吧 然後就寫了一些東西 其實內容都是出自他的東西 所以其他這本書的影響還蠻大的 還蠻大的 那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文本 值得我們去做很多不同角度的思考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專家來討論這件 這個《一能家舉》的臺灣《花紙》這個文本 那一位是中文教院臺灣史領畢所副首長 張老師先生 另外一位是說書的創愛人陳建守博士 也許感謝他 《一能家舉》 這個其實很值得我們念 主要是台灣文化是三大本 那很多對不對 其實他的書其他東西也很多 所以那個世代的日本人的大學者 其實他們的書都是一大套 都是一大套的 那那個《一能家舉》很有意思啊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據說 他兩歲就會被自閉父 所以這個人可以寫這麼大一堆書 然後影響力這麼深遠 我想 好吧 我們一開始就輸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張龍志先生 來為我們講 他的這個 就怎麼樣重訪 《一能家舉》在這堂 謝謝 大家晚安 我是張龍志 謝謝在中文音樂台所服務 今天非常高興 是能夠來負責大家 恰恰折惡的活動 因為這是那個 因為我女兒的話講 這是台灣或台北 所有的憤慶跟文慶 具體的進步論壇的地方 對 不過我剛才聽各位的介紹 其實大家來的 來自不同的背景 然後有不同 有不小心走錯地方 還有剛剛回國的 或剛到台灣來的 或是 奉小小 兒子之命來聽人講 不太確定是不是聽得下去的 各式各樣的背景 所以 我要先跟各位抱歉一下 因為我今天不是來 以專家的身份 來跟各位 宣傳或介紹 藝能家舉 或是替大家出版社來 促銷那個 《台灣文化志》這本書 大家都知道這個書的 已經辦過四場不同的講座 像《禮拜日成品》 《對南地》還有最後一場 我是覺得這個活動 本身有它的意義 所以我基本上 是從一個 今天是比較從我個人的角度 一個讀者的角度 不是一個專家的角度 來跟各位分享 我跟藝能 跟《台灣文化志》 一些非常粗錢的看法 所以 如果各位現在覺得 走錯地方的話 可以慢慢 悄悄的 可以慢慢離開 就是說 因為攝影機是對著我 不是對著大家 而且今天是一個 比較互動式的方式 就是 我也沒有參加過一個活動 是讓所有的 所有的來賓 都要自我介紹一下 所以我覺得 在今天晚上 應該是一個 還蠻特別的場合 很高興各位 在這個寒流當中 願意來 在週末晚上 來參加這樣一個活動 也先祝大家 新年平安快樂 以下的時間 我就很簡單的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對於這個書 跟這個人的一個 非常初步的看法 這個系列 大家在講座 有沒有人參加過 任何一場 OK 只有幾位 有人去參加過 在台南的演講 所以今天下午 花了一點時間 把它做一下 那如果大家 還沒有參加過 這六場講座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 今天這場 其實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其他幾場 都被從人事實地的角度 來切入到這個主題 人的話 就是有關原住民的介紹 市的話 就是牡丹市的事件 地的話呢 就是台南 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時間呢 就是清待台灣 所以各位 如果對這幾個議題 有興趣的話 可能要回去 臉書 或者去拜訪一下 或請教一下 參加過的那個 朋友跟同學們的意見 今天基本上 比較是從閱讀的角度 來談這樣一個 這個書跟人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 台灣史的那個 專題講座 也沒有辦法 敬敬各位的台灣史知識 也沒有辦法滿足各位 對台灣 土地跟人民的愛跟需要 如果有這麼崇高的理想呢 我想也可以慢慢的 把悄悄的離開 今天做午晚上很多事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決定留下來 那也許等一下可以 透過我跟建守的 這樣的引言 我們不是演講 我是一個引言 透過這樣的引言 來回顧一下 在可能在150年前 擔心的這樣一個人 他在台灣幫了十年的時間 左邊的全島 在那樣一個 實況的環境目中 主持人陳教授所介紹 其實陳教授自己 應該就可以做一個專題演講 我想等一下可以 多留點時間給他 那 那這樣一個人 他在 今天有這樣一本書 在出現在各位面前 他這個人本身 當然是有他的一個 一個背景 那這個書本身 當然有他一個生命史 那我想就是從這兩個角度 來跟各位做一點分析 那跟分享 那我大概分成幾個部分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當然就是 為了很暖場 我就準備了三個鬥知識 就是所謂的冷知識 英文叫做 就是很無聊的 但是很 很瑣碎 但是有一點有趣的 英文叫trivia的知識 那考考大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印人家有這個人 那把他從神壇上 稍微請下來一下 那另外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個人 跟這個作者 跟這個書本身的一個 卸購的過程 比較是這樣一個角度 跟各位 了解一下 我想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機緣 來接觸不同的作者 那我想 各位也會有不同的機會 跟不同的機緣 來接觸 英文家舉跟他的作品 還有很多其他的重要的 台灣寫言六者的作品 我想這只是我個人 體驗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後面的朋友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會講話會太快嗎 一大一來的朋友可以聽得懂 上海的中文非常好 謝謝 那我的重點是在第三跟第四 因為這是那個任務需要 所以 就是原來我們得到的那個邀請是說 希望從閱讀史的角度 去跟各位做個分享 結果後來發現 閱讀史後面還加了文化政治 結果前天我發現這個標籍又改變 變成批判性閱讀 所以呢 我就把文化政治跟批判性閱讀 還有所有各位 關於知名跟後知名的一些問題 就留給說出的創辦人陳建手 那我只談我個人的閱讀史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 我們當然是可以在Q&A的時候 大家彼此相反應見 那最後我要過一下冷水 我就覺得英能熱已經差不多了 那大家應該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英能熱 英能加舉熱 英能加舉崇拜 英能加舉歌頌 英能加舉禮善 還有禮讚 英能加舉感恩 像這一類東西 我想應該也許到今天的 就是新的年度 1月12號 英能熱應該可以到一個段落 那在2018年 也許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來重新去回覆跟思考 跟理解這樣一個人 把他放回到他的時代跟 他的學術脈絡裡面 好 那我就先從鬥知識開始 好 這三個鬥知識很簡單 第一個呢 就是英能加舉 如果你 如果我們他今天突然間 以一種神奇的方式 從這個走廊走下來 那各位當然可以從照片認識他 但是 如果各位跟他說 英能先生您好 各位覺得他聽得懂的人請舉手 如果叫他英能的話 他聽得懂的請舉手 其實他應該聽得懂 有聽官話 對不對 但他是日本人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碰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英能加舉怎麼發音 這樣子 結果 這邊應該有 日文很好的朋友 你們覺得是イノカノリ 還是イノヨシノリ 認為是イノカノリ的請舉手 認為英能加舉應該叫イノカノリ 我們 叫他Mr.イノカノリ 他就會回應的請舉手 一位 兩位 三位 認為イノカノリ 可能他不一定聽得懂 應該是イノヨシノリ的請舉手 一位 兩位 比較多一點 好 答案是兩個都可以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這就比我很難 但是我目前得到的答案 就是說兩個都可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子 這不是開玩笑 也不是要愚弄大家 我會很努力的去 想辦法了解 所以イノ他到底喜歡大家叫他 イノカノリ 還是イノヨシノリ 因為就日文來發音都是可以的 第二個都知識是 イノ沒有博士學位 各位知道這個 知道イノ沒有博士學位的請舉手 覺得他應該有博士學位的請舉手 只有一位 兩位 三位 OK 其實イノ他很特別 他 他其實是很想要有博士學位 所以他在1904年 他就用他的台灣 關於台灣原住民的行政 台灣三政史這本書申請 中興帝國大學博士學位 但是沒有被接受 後來他在1916年 他這五年的時候 用這本書的前身 也就是說清國之下的台灣這本書的書稿 再次跟東京帝國大學提出申請 結果還是沒有被接受 所以 中期一生 雖然大家今天在台灣這麼崇拜他 他並沒有獲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肯認 兩次申請都沒有上 所以用今天的話來講 他其實某某程度也是一個魯蛇 就是沒有辦法獲得正規的這個學位 但這並不妨礙 了解他理解他 或是後來閱讀他的人 特別是今天 在從事台灣史研究的這些學者們 就是他 或是研究者跟讀者 對他的尊敬 等一下我們就會有機會了解到 為什麼他是這樣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第三個就是說 一人家舉 這本書的書名是一人家舉定的嗎 其實不是 因為這是他的遺稿以後 由他的學生整理出來的 他原來的書名就是 類似清國之下的台灣 或是這個清朝清代台灣的 這些文字官制度等等 這樣一個比較忽躁的名字 但是他的學生 板哲武雄 跟他的好朋友 柳天國蘭跟福年德山 柳天國蘭是日本民族學人 重要學者 福年德山是日本重要的經濟學者 那板哲武雄 他也在荷蘭留學過 他也是一名重要的學生 他基本上這是一個遺稿 遺稿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作者自己去審定 去編輯 然後去教備 去做各種編排跟修辭 然後最後定一個書名的結果 所以我剛才有人希望說 不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 台灣文化誌 或台灣文化史這個書 或是單憑書名本身認為 他好像就是一個 沒有政治性的文化史的讀本 這其實不是完全精確的一個說法 這是一個 所以今天參加完這三個 今天聽完這個講說 我想如果各位要去考驗 或是去證明說 你對台灣史有一定的知識的話 也許可以用這三個 這個小問題去考一下 你的沒有來聽獎的朋友 那我再同覆一遍 請各位再看一下 一能加舉怎麼唸呢 一能加舉 他跟正規學術體制的關係是什麼呢 台灣文化誌這本書是怎麼樣出來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書 那下面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個人的一個私的體驗 那我個人進入到台灣史研究 或是決定進行 途路到台灣史研究這個領域 是非常晚的事情 是在我大學畢業服完畢業 進入到研究所的時候 而且我在進入到研究所的第一年的時候 事實上也很想念宋史 然後那時候 因為以前郭旺先生的《志史經驗談》 《志史》檔案剛出版 然後很多松帶的史料 台大歷史系有很好的 也對我很好的一個重視的老師 黃昭義老師等等 但是後來我就因緣機會 成為曹永和老師的學生 那曹永和老師 我是在1986年進入到台灣 台大歷史研究所 曹永和老師在1984年的時候 以一個中學學歷的 一個讀書館的管員的身份 被中校研究院聘請為兼任研究員 然後因為中學研究員聘請他 他們兼任研究員 所以他可以到台大開課 所以我是非常幸運 是從老師在台大開課 第二屆的學生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機會 我們就是非常所吸引 然後進入到台灣史研究的這個領域 所以我作為一個研究的後進者 我的前輩們他們大部分都是在解研之前 或是在70年代的時候 透過很特別的一個管道 在台灣史完全不受重視 甚至是一個禁忌跟邊水領域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開始在進行 台灣史的各種研究跟討論 那我是比較幸運的是在解研前後的時候 當然在座人很多不用年輕 根本那時候還沒有出生 但是就是說 就台灣史的研究來講 其實是一個後進者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慢慢的開始跟在座的很多朋友們一樣 我想開始補充 重新在學 就是relearn 一些我原來應該知道的 關於這個土地邊人民跟導演的歷史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就是也是在這樣的情況 跟曹老師有一個機緣 可以跟他從學 那他在座有聽過陳永和先生 或是讀過他的書的警局手 還滿多 那我就不用介紹我的老師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做一些介紹 但是我跟一能嘉宇的認識呢 當然就是說大家 只要進入到台灣史的領域 大概都不會 就是很快都會聽到這個人 他的足跡幾乎無所不在 就是跟楊宇平先生講 他幾乎在任何個角度 都可以看浩浩的聲音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台灣史研究的興趣者 但是 其實我對一能的認識 或是我對 特別是台灣文化誌這本書 產生興趣 是因為史內元中雄的 帝國主義俠台灣的這個序 那在座 有讀過史內元中雄 或經過史內元中雄這本書的請舉手 那也很多 那我也不用介紹 他是那個跟 他是 基本上就是日本時代 台灣研究了一個深淵的經典作品 到今天仍然持續影響到很多 關於台灣資本主義的研究 或台灣社會分析的一些看法 有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學者 那史內元中雄 他跟台灣的基源並不深 但是他有機會到1927、1928年到台灣 進行考察旅行之後 1929年出了帝國主義俠台灣這本書 出了以後 在台灣被台灣總督府建 因為他批評殖民統治做了很多 殖民政府認為不太安全的一些分析 等等 或是跟組的看法不太一樣的分析 那我是 嚴格來講 我個人跟台灣史 或是我台灣史的入門奪物 事實上是 就跟很多人一樣 也許 跟君凱兄或是 在做很多先進 也是一樣 就是事實上是讀帝國主義俠的台灣這本書 因為他 他除了 他當然第一 他很薄啦 不像那個台灣文化是這麼厚啦 但更重要的就是 指內元在他的序裡面 就直接提到 就是 他的這本 帝國主義俠的台灣這本書 是接著 某種意義上是承接著 藝能家裡對清代的 這個台灣的這個介紹 他是要來 來做日本 清代晚清一直到 他寫這個 帝國主義在台灣的1929年的 這段時間的歷史 更重要的是 他認為藝能在這本書裡面 做了非常多 也收集了非常多豐富的資料 做了很多事實的這種陳述跟紀錄 但是指內元在他的序裡面提到說 他要做的 除了事實的陳述紀錄以外 他更重要的是要追溯這個事實背後的意義 他要做的是一個分析 所以他這本書 是以經濟為中心 對台灣是會發展一個科學的 一個分析 這是指內元中雄這個書的一個特色 那當然這不代表說 因人家你就被比下去了 沒有這個意思 只是說 你可以發現在這些重要的 學者跟他們的這種學術系譜 他們學術傳承之間 是有這樣一個成績的關係 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就是一方面是 藉由曹永老師的這種接引 讓我們能夠進入到這個領域 一方面是由這個 史內元的這個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 台灣這本書的這種閱讀 讓我更進一步了解到 伊能跟史內元 或是這個台灣文化志 跟這個地國主義下的台灣 這些重要作品之間的一些 有機的一些觀點 那我個人跟這個書的一個脈絡比較 跟這個書的一個節約 比較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的一個產物 好 那下面呢 是不是講太快了 不會 可以嗎 我講得越快各位的時間越多 就是可能會多一點互動的時間這樣子 那下面我想我就直接切進來談一下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要的一個內容 也就是閱讀 怎麼樣去閱讀 伊能家舉跟他的作品 特別是台灣文化志這本作品 我個人的一點 非常粗淺的一個看法 那不管各位有沒有聽過前面市場講座 有沒有機會透過課堂的學習 或是個人的閱讀 或是聽講 各種不同的管道認識伊能家舉這樣一個人 那各位今天會坐在這邊 都基本上都認為伊能家舉的確是 台灣研究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先進性的人物 我假設各位是這樣看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是 如果以這個命題為起點 其實下面有一些我們可以在一起思考的地方 也就是說 第一 目前就我所理解的 這樣在這個伊能家舉熱 伊能家舉崇拜 伊能家舉再發現 伊能家舉在歌頌 在這一系列的這種 儀式性的行為的背後 其實有一個假設 就是 或是有一個隱隱然的一個 也不一定完全錯 但是不完全對的一個假設 就是說好像在這個漫漫長夜當中 就是說 是由於伊能家舉的出現 伊能家舉 勵志 他在1895年 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 他從這個內地來到日本的新領土 然後決定為這個帝國 跟這個帝國未來奉獻 這樣一個 崇高的這樣一個理想之下 花了十年的時間 走遍台灣的大大小小的角落 這是一般的論述 當然 反地他是進不去的 那 收集了各式各樣的歷史的文獻 並且在回到他的故鄉 日本東北的嚴守縣 有一點事之後 從盡畢生之力來完成台灣文化制的這本書 這是目前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 關於伊能家舉跟台灣文化制的 一個基本的一個論述跟圖像 那這個圖像本身並沒有完全錯 但是各位可以發現可能也不完全對 怎麼說呢 因為這樣一個論述 某種程度把伊能家舉特殊化 把他孤立成 把他看成是一個特殊的人物 把這個書看成是一本非常特別的書 把他的生涯看成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生涯 所以呢 他就變成一個典型 一個典範 一個模範 一個金字塔 這樣子 用你的宣傳詞 這樣一個方式 我想是可以激發讀者 或是有興趣的人 對這個書跟人的興趣 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 特別是作為一個讀者來講 其實應該來講 更重要的是怎麼樣把伊能放回到他當時的脈絡 英文叫做contact 怎麼樣放在他 而且是一個多重的脈絡 來瞭解伊能他本身是一個怎麼樣一個特殊的人 但是在特殊性之外 他又從時存在了 或是代表了或是反映了他那個世代 比如剛才主持人在議員裡面所講 那個世代 非常特別世代的那一群具有探險精神的 願意到殖民地奉獻 並且願意從近代的 剛起步的日本的 近代學術的各種不同的 這種學術知識的工具的這種角度 去認識分析研究 記錄 這個台灣 殖民地台灣的各種各種 人文自然生態的這種景觀 因為你探索他的意義的這樣 這一群人 所以簡單來講我認為 如果我們今天重新來認識伊能家裡的話 除了解我剛才講那三個很無聊的肉知識之外 也許有四個很重要的脈絡 我想願意提出來跟各位做一點的分享 那其實這些東西也許對很多 已經上過台灣史或是出過台灣史研究的人來講 可能是一些基本的常識 但是也許也不是 或是說也許今天可以大家 在等一下Q&A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交流 大家可以挑戰一下 看來我個人這樣的看法 是不是足夠可以比較 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認識伊能 第一個當然就是 就是如同大家所知道的 他是一個台灣研究的先驅者 在他之前 日本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 除了一些外交官 或是一些偵探 或是一些軍人密探之外 他們沒有辦法從一個系統性的角落 角度來認識台灣 他們可能在1874年 台灣事件的時候 有一些調查 或是有一些特別的機能 在清朝統治之下 用各種境界的角度來認識台灣 但是當台灣被割讓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 當台灣成為日本帝國 第一個海外新領土之後 日本的學者 知識人 第一次有機會 全面性的整體性的可以深入 而且是全面 而且完整的 用各種近代的知識的工具 結合各式各樣的官方跟民間的這種力量 來認識這個新領土 來記錄這個新領土 作為他們統治經營的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那在這個背景之下 在1895到1905年左右 在這十年當中 有一批非常精彩的非常重要一些人 他們來到台灣 而且他們做很重要的 對於 除了對於殖民統治的這個知識 做了一些貢獻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們替 具有近代意義的台灣研究 留下了第一批很重要的一些學術的業績 那這一個學術的業績 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這些人呢 都不是冷氣房裡面的學者 那時候不知道有沒有冷氣 都不是輸災的學者 都不是傳統銀絲作對相互唱歌的這些傳統文人 他們是一批有探險精神的一些先驅者 他們是用走、用踏查的方式 實地踏查的方式去進行台灣的調查 跟研究的這批人 所以今天會去 當然有好幾位提到楊南俊先生 我想楊南俊應該也是一個異能的鐵粉 他之所以會是異能鐵粉 就是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爬過兩、三次百月 然後做很多踏查、做古道研究 等等的這樣一個情況 他發現竟然在百年前 有這樣一些人跟他可以血脈相通 生氣相連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想楊南俊先生才會花那麼多時間 去做對這一批人做非常仔細的一些翻譯 跟研究跟推薦 等一下我會做介紹 所以懸導性的這種探險、踏查 是這樣一種新的學術的這種形態 的確是台灣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現的 雖然在十九世紀後期 在台灣開港之後 有非常多 不一定很多 但是有很多的西方的旅行者、傳教士 國務學家、國務學家、記者 他們有各種機會來到台灣 也做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探查跟調查 但是我剛才已經講 就是全面性的、長期性、深度的 不是只是點或是線的 而是一個面的 而且是一個有時間序列的方式的 希望能夠把全島都能夠翻一遍 最好就是翻轉一次 了解到非常透徹的這樣一種學術的這種事業 事實上是 的確可以說是從一八九五開始 一能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先驅者 所以這個意義上 使得他除了意識文獻的收集跟考證之外 讓我們印象深刻 因為到今天 甚至台灣史的研究者 也不一定每個人都有那樣的精神 願意去做田野、願意去做調查 願意去花時間去學語言 當然可能在座的各種各位研究生們 可能有這樣的志向 但是也不一定有這樣的條件 等等 所以這個面向 作為台灣研究先驅的一能 是大家熟悉的 或是今天大家最主要的一個形象 但是我個人覺得 就如同最重要的一能研究者之一的 陳偉之先生在他的這本 已經三四刷的這個作品裡面所呈現的 事實上一能是有 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脈絡 那我想 就簡單的 因為時間關係我想 就簡單的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 他做了非常多的歷史研究 但他其實應該來講 不是一個歷史學者 他正在的學科的背景是人類學 是日本 剛剛那時候起步的一個人類學 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瓶頸 鄭武郎 人類學教室 所培養出來的一批人 他主要的對話對象 或是他寫信 通信的對象 或是他最早的這些調查結果的讀者 是東京人類學會會制 或是通信上面的一些人 所以呢 從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的角度來看 一呢 事實上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第一個 就是到今天為止也是一樣 這個持續到現在 他在1900年的這個 《台灣凡人事情》這本書裡面 提出了 關於台灣原住民的一個 所謂科學性近代的一個分類 他這個分類 最後慢慢變成總督府的七分法 九分法 他一戰後變成台灣的原住民 或高山族的這種分類 到今天 從九族變成十族 十一族 十五族 十六族 這樣一個背景 這樣一套分類 不管是 你贊成與否 你都可以溯源到 1900年 《台灣凡人事情》這本書 是一呢 跟他的同事 思維傳知成他們 去做調查 進入以後 根據五個到六個不同的一個標準 所分出來 那這樣一個分法 在清代 基本上並不存在 或是即時存在 也是一個消極性的存在 當時主要的分類 所謂的升番 熟番 可能在升熟番當中 會有一些紀錄 這些人 在住居上是怎麼樣 在上葬席族上是怎麼樣 在這個身體意識上是怎麼樣 在身體方式上是怎麼樣 但是 結合近代人類學的方法 民族學的知識 提出一個系統性的分類了 把台灣的原住民 分成七族九族的這種分類方式 這個架構的確立 是從一能開始的 這當然是一個他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另外當然就是他的田野民族制的這些部分 一能他不是一個典型的人類學者 因為各位如果在座有人類學的專業的學者的話 或是研究人類學的同仁都會知道 傳統人類學是你到一個異國的地方 然後去蹲點 然後去熟悉他們的語言 去跟他們生活在一起 然後經過長期的參與觀察之後 做出了一個非常深度的民族制的這些紀錄 是這樣一種情況之下 所產生出來一種新的知識的 這樣一個類型跟學問 一能當然沒有在任何地方長期的蹲點 他基本上原來是一個短期的踏場 用旅行的這種方式來進行他的研究 但是他對於台灣的貧古族 貧古著名 貧古社會的這些紀錄 特別是他對埔里地方 埔里做一個多族群的社會 這樣一個複雜的族群的生態的風貌的紀錄 在今天剛結束的台大總博主館的 關風桌頭的這個異能特展裡面 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有那個很重要的一些先驅性的 民族制意義的這些人線跟紀錄 所以作為殖民地人類學者的異能來講 在原住民分類跟田野民族制上面 他的影響力持續到 仍然是到今天仍然是可以為人所稱道的 第三個目前慢慢開始受到重視的 有關一能的一個角色 除了他是台灣研究先驅者跟殖民地人類學者的先驅之外 其實是依能做一個地方史的研究 跟依能做一個民俗學 民俗研究的這樣學者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跟他的故鄉 聯手縣的原野市 原野 是因為很密切的關係 那各位 各位有沒有到 有沒有人到日本東北地區旅遊過 有的請舉手 東北地方 好像不太多 有人去過那個聖岡 沒有 聖岡 有人去過那個水澤 澳洲水澤市 原野呢 應該很少吧 日本的東北地區 在日本的近代史 去年是明治維新150多年的一個紀念 就是日本的 大家如果看過大和劇 應該也有一些概念 雖然他現在都以女性的故事為主 敘事的組合 但是日本東北地方呢 事實上是明治維新的敗者的地方 他們在明治維新的各種過程當中 他們是扮演一個支持 一個失敗的幕府的這個角色 那個四大返 四大雄返跟後來變成返法政府的 這些地方來自於這個 鹿兒島啊 或是山口縣啊 或是肥田 四國這些地方的這些偉大的 像版本龍馬這些人 他們都是在明治維新的勝者 所以作為明治維新敗者的 日本東北地區的這些 近代的支持人 其實是還蠻特殊的一群人 那他們從歷史上來看 他們扮演的角色就是 有一點點像英國的蘇格蘭人一樣 就是他們都是在海外的各種事業 包括殖民的貿易的這種經營的事業上面 或是在海外的這些發展上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人 所以各位所熟悉的一些人民 像霍騰新平 伊能家舉 新渡戶道兆 這些人都來自日本的東北地方 所以是還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那日本的東北地方也有非常多的 有趣的地方的這種傳說 跟地方的歷史 那剛才提到過柳田國南 這位日本民族學之父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作品叫原野物語 那原野物語就是在講伊能這個地方的 這個原野的地方 所留下來各種非常有趣的 非常生動的 而且可以反映出 具有民俗學跟人類學意義的這些傳說特質的 這樣一個故事的紀錄 物語就是故事嘛 就是關於原野地方的故事 那柳田國南跟伊能家有非常密切的互動的關係 那還有一位佐佐目喜善 事實上就是柳田國南的報導人 他提供了非常多關原野地方的 這些在地的知識 讓這個柳田國南可以慢慢的開始建構他的這個 慢慢的寫成原野物語這本書 並且在後續的這種研究上面 建構他自己對日本民族學的 或對日本文化的這樣體系性的一個看法 所以伊能呢 當他從台灣回到他的故鄉之後 他事實上也長期的持續的去做 主辦原野他的故鄉地方的地方史的 各種文史的調查 這個傳說的紀錄等等 所以作為地方史跟民俗學研究的 這個面向的伊能 其實是值得我們今天 在重新在家裡重視跟在理解 最後呢 就是如果我們把伊能 放在一個比較長期的日本 殖民地學術的脈絡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的把日本 從1895到1945這50年 殖民統治的這個學術發展的 或是殖民地研究的主要的這種類型 或典範的變遷 用三個主要的一個機構跟雜誌來代表 第一個當然就是日本初期 由總督府或是霍成欣平他們所成立的 臨時臺灣舊貫調查會 那裡面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像高松山泰郎等等這些人 長期從事 有關於臺灣地方社會 以及清代各種法律 民事 習俗跟社會 各種這種調查 而且像臺灣盥襲記事的雜誌 或臺灣司法 或是親父一般等等 各式各樣這些作品 在今天也都重新被發掘出來 成為研究清代臺灣社會很重要的一些 基礎性的一些實料 那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但是在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 這樣一種由官方主導的這種調查的傳統 就慢慢某種意義上來就轉型 或是說進化成為 或是加入了另外一種很重要的 更具有學術意義的 而且更深刻的 學院式的這樣一種臺灣研究 所以在臺北第一大成立之後 譬如說文政學部的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裡面的關於原住民的這些研究 或是南洋史講座 東亞史講座等等這些講座裡面 關於中西交通史 關於這個臺灣 在跟周圍的東亞世界的關係的 長期歷史性的研究 這些東西都是今天 我們重新去認識日本殖民實在區 處遺產的很重要的一個業績 那我的老師曹永和先生 雖然不是第一大的畢業生 但是他也有機會受到 第一大成立教授 延伸成立教授的這個齊錫 安排讓他有機會到東京去 跟他一年一對一的荷蘭文的學念 然後造就了他成為 能夠用骨盒來玩做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 專家的這樣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學術的資源 這些學術傳統都是 臺北帝國大學留下來 然後當然是有台大或是等等這些不同的學術傳統的 傳承跟教會的這種關係 那如果要回顧日本殖民地學術傳統的話 其實除了早期的日本臨時臺灣就官調查會 跟臺北帝國大學之外 其實在戰爭時期 1941年創立的 由臺灣跟日本的知識人 像帝國大學教授金官丈夫 跟這個臺灣的知識人楊雲平 黃德時 陳紹興 戴炎輝 對這些人所共同創立的這個民俗臺灣這個雜誌 在除了發揮在黃民化時期 保存 研究 記錄 臺灣傳統風俗 社會習俗 的這樣一個時代性的作用之外 他在戰後呢也透過譬如說臺灣峰墓 或是這些跨時代的臺灣 包括老師曹永和 或是肯等這些人 人的這種傳遞 把這樣一個地方文化的 民俗的這種研究的 詹文傳統繼續延續下來 伊能呢 雖然他在時間上 比較是屬於第一個階段 也就是臺灣舊外調查會的傳統 那是他參與過的時代 但是他的收藏和伊能文庫 就事實上是成為臺北帝國大學 進行臺灣研究的很重要的一個基礎的收藏 這部分在臺大的最近演講裡面 也有曾經在肯認 那他所開創出來的 不管是踏查的這樣的傳統 文獻考定的這樣的傳統 人類學民族制的傳統 或是關於原住民的這些研究 還有更重要的是地方史的 或是民俗的這些紀錄 考風、採風、水筆 像這一類的東西 某種程度 事實上也是可以 是可以作為民俗臺灣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先驅 也就是說 從臺灣盤行祭祀到民俗臺灣 這樣一個傳統 事實上也是今天在理解 臺灣近代研究 臺灣史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危機 所以簡單來講呢 就是如果我們可以從 比較多重的一個脈絡 我剛才講到至少四種不同的 脈絡的角度 再去重新認識異能的話 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加豐富 我們剛才在演講開始 我提到那樣一個 今天大家所看到一個主流的 被孤立化、特殊化的一個 異難的一個形象 有助於從一個比較脈絡的角度 歷史的脈絡、人的脈絡、學術的脈絡、知識的脈絡 就這樣一個角度 再去認識這樣一個人 這樣一個特殊的人 跟他周圍那一群特殊的同時代的人 以及他們對臺灣所留下來的 一群特殊的學術的一些業績 那這些業績當然不是百分之百完美 當然也都帶有各種不同的殖民的這種色彩 那也都受到各式各樣不同的檢證跟批判 乃至於檢討跟重新修正 但是這並不妨礙 我們今天從一個現代的角度去認識 在100多年之前 曾經有這些人為臺灣留下這些紀錄 有這樣一個現象、這樣一個事實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楊蘭甯信生 他就翻譯了伊能的評估調查的這些紀錄 然後也翻譯了伊能在這個實地踏踏的日記 然後更重要的他也介紹了那個鳥居龍杖 或是身手支柱這些人 他們的遊記 或是他們在跟臺灣探險的這些紀錄 那曾偉之先生寫了這個伊能的這本書 大概是目前為止 全面性的深入的了解伊能最重要的一個作品 那他 他可以針對伊能做大概五到六場系列的演講 伊能從你到外講得非常透徹 那我們今天投資我個人 基本上主要目的不在這裡 都沒有這個能力 只能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在最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個人認為就是今天我們再重新去閱讀伊能之外 除了了解 除了一個除了從一個比較多重脈絡的角度去了解 他這樣一個人的特殊性跟實在性之外 其實《臺灣文化之》這本書 雖然是作為他的一個極大成的作品 其實是有一些在他的作品 眾多作品當中其實是有一個還滿特別的一個位置 那我沒有整理那個伊能所有的作品 但是你可以看到伊能的作品 大概從1895年到臺灣之後 1900年出了《臺灣藩人事情》之後 在1904、05年就出了《臺十年史》 作為《清代巡撫流民船》 或是《世界史中的臺灣》等等這些作品 然後再 然後就進入到這個《臺灣藩政制》 後來就是參與到這個《李藩自稿》的這種寫作 然後在這個同時也開始累積他對於《清代臺灣》的這些知識 那在這樣一個作品的脈絡之下 事實上《臺灣文化之》作為伊能作品的一個極大成 其實是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那我想我就舉三個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呢 當然它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文學的文本 然後也不太可能一個晚上讀完 然後呢 如果你有失眠的問題的話 其實某種程度 這三本書也有非常好的治療的一個效果 它並不是一個讓你 像《史登元忠雄》的《帝國主義下臺灣》這個書 那樣的非常系統性的深入的 主觀有非常多見解的這樣一個作品 它基本上是一個很多資料的一個結集 然後很多史實的這樣一個組織 甚至是堆棄的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它可以作為理解明清或清代臺灣的一個 百科全書的這種方式 在它的三大策十六篇的當中 分門別類的告訴你 也不完全清代可能從漢代以來 相關的這些知識 然後呢 它採取的這種體力 所以比較是類似今天大家已經不太去讀的 明清的地方制的這些 這種門類的這種分類 那這當然這個有很多討論 所以這個是大家讀請 台灣文化字的第一個印象 通常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不是很容易懂 有點枯燥有點堅塞 有非常多的這種史實的 資料的這種堆砌的一個作品 有點像是一個百科全書等你去翻閱的這樣的作品 但是呢 如同剛才主持人所提到 在這些枯燥的 無聊的 甚至有點零碎的這些史實跟文獻的紀錄背後 其實它已經隱含了關於台灣史 或是清代臺灣社會文化研究的 很多重要的一些主題觀點 甚至一個史觀 那舉例來講 譬如說 在原住民的問題上面 漢人呢 用各種巧取的豪奪的方式 去騙取原住民的土地這樣一個說法 或者是說 這個 閩南的泉州 張州跟客家 他們之所以會在台灣這樣分布 是因為先來後到的關係 像這一類的這些東西 在這些作品裡面 其實是可以點點已經已經可以看得到的 也就是說 它除了資料的這些層次之外 其實它在一些史實的這些解釋跟分析 或是背後所呈現的一些觀點上面 包括對於清代臺灣民變的看法等等這些 在上一次李文良老師的分析裡面 已經做了很多的陳述 那這個是第一個層次 就是作為一個制度史或是專題史文本的 或清代百科全書的台灣文化史 我想是大家很容易認識 或是對它的第一印象應該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些 如果大家願意接受一些挑戰的話 其實是還有兩種不同的讀法 而且這兩種讀法 其實是滿有意思的一種讀法 也就是一種類似對位式的閱讀 或是麥洛斯閱讀的一種方式 也就是把台灣文化史呢 做一個殖民歷史的一個文本 放跟它其他的文本來做一些對比的這種讀法 還有把台灣史 台灣文化史做一個有台灣通史意義的 雖然他只講到1895年左右 是一個有通史意義的讀本 然後跟它同時代 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前期的 重要的一些台灣史的 台灣島史或台灣通史的先驅性的作品 來進行對位式閱讀的 這種方式 我覺得事實上 某種程度是可以讓各位 所以不會看得睡著 就是說可以慢慢看 然後可以看出一些 在表面的這種史實跟文獻 背後意義的一個作法 所以簡單來講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比較薄的 藝能家喻在1905年 日本領財十年的時候 寫的這個領財神經史這本書 或者是在當時 由總督府邀請來 特別讓他去台灣各地 去探訪的一位 日本內地的政客 跟重要的新聞人 竹岳宇三郎 他在1904、05年 參訪之後 所寫出了台灣統治制這本書 然後這本書 事實上在1907年 翻譯成為 《Japanese Working for Mosa》這本英文書 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理解日本殖民時期 很重要的一個英文的參考書 雖然是早就已經過程 那你也可以把他跟後來的 《景徒集合》 帶有寫的 《台灣製機制》 跟後續的一系列的 這種 或類似官方的 歌功頌德式的 或是全書式的 這種 道道式的 這種 台灣的這種 這種紀錄 跟做一系列的這種探討 那我覺得 從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慢慢看出來 他其實不完全 只是一個專題跟制度的文本而已 他事實上是一個帝國之眼 是一個殖民者 殖民地的研究者 所寫出來的一個作品 他背後事實上是有他的立場跟觀點 雖然他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 他的資料也不會因為時代的轉變 而受到完全的翻轉 但是他這樣一個觀點 仍然是必須去注意的 我想這個 在等一下 陳建手先生的分析 你應該會有更多的閃失 那我個人比較 最後願意推薦 或是我個人目前比較有興趣呢 事實上是 從十九世紀 近代歷史學發展之後 當這些 這樣一個近代歷史學 傳到東亞地區 傳到日本 傳到日本地大 然後到台灣之後 在這過程當中 所出現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作品 那如果更早之前 台灣開港之後 西方傳教士來到台灣 除了傳教之外 他們也做了很多調查跟紀錄 但是他們也做了很多歷史的工作 那這些作品呢 代表性的作品 至少有這幾本 那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聯恆的台灣通史》之外 其實還有 William Campbell 甘維林的 《荷蘭治下的台灣》 那最近 我剛剛重新 教徑又出版 還有很重要的 到今天為止 還仍然流通的 1903年初的 James Davidson的 《The Island of For More Sometimes and Present》 《台灣島的過去與現在》 這本作品 這本書出來之後 也是成為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英文的西洋通事 但是更早之前 在1897年 德國的 近代史學的大將 蘭克的學生 李斯 他在擔任 日本帝國大學 講座的時候 就已經 有一個 《台灣島史》的作品出來 那這些作品 事實上 這些作品之間 都有些內在的一些關聯 以此這些作者之間 作者之間 這些作品之間 事實上是有一些關聯可以 在家裡探討 就是說 《台灣文化》是 不是一個孤立的 特殊的 在慢慢 黑夜之中 突然間出現了一本 會心的書 他是一個 時代的 知識的一個 累積的一個作品 我想 同期 如果各位已經決定 不買那個 早期出的兩版的那個 文憲會出的那個 《台灣文化》製 他決定要買 大家出版社 印象非常精美 而且經過考定 而且有博士館館長 跟陳維茲寫的 序的導演這本作品的話 那除了把它當作是 治療失眠的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之外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用不同的角度 來切入這個書 我想這個是 應該是還蠻有意思的 一個對讀的策略 所以 不管是今天已經結束的 這個《台大演講》 或是這個書 某種程度都代表今天的 台灣 或是台灣的知識界 希望能夠從一個比較新的角度 重新去回顧 日本殖民時期 留下來的這種學術的 這種業績 或者是 更重要的是 一能加舉 做一個台灣研究的先驅者 做一個日本殖民 藝人類學的先驅者 做一個地方史跟文 民俗研究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先驅者 以及做一個日本殖民 學術發展脈絡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關鍵性的人物的 在這些多重角色當中 所產生的這樣一個 非常豐富的文本 OK 那最後呢 我就是跟各位談一下 有一點點反高潮 或潑冷水的這個味道 就是我剛才在 以言當中 已經強調了 我個人認為 一能加舉熱 應該可以開始 從今年2018年開始 或是從狗年開始 或是從今年新漢年 互訓練 互訓練開始呢 可以做一點點轉變 也就是說 各位可以慢慢的 透過一種新的閱讀的 一種立場跟觀點 從一個比較非偉人崇拜的角度 或是民俗崇拜的角度 再來認識英能 那這當然包括 對英能的這個反思 或是關於這個日本殖民學術的 這種批判的這種進程的這種角度 我想等一下再 聽手的分享裡面 我們可以再做多一點的討論 但另外一方面 雖然如此 雖然這個人或是這本書 有這麼多的可能的一個時代的限制 或是一些 比較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一些特殊性 但是呢 某種程度來講 英能加舉跟他的同時代人 台灣文化是跟他這些前前後後 所相關的這些各種不同的 關於台灣的這些島嶼的 土地跟人民的 文化跟社會的 政治的 或是國際的這些作品 其實就今天的台灣來講 我們事實上是可以當作是一個 公共財或公共資源的角度 來再以認識 所以我們是可以從一個新的 脈絡的角度去帶著批判的這種眼光 去讀這些東西 或重新去創造 去解釋這樣一個資源 那我們也可以從一個比較相對的 從一個多重的角度 而不是從一個人物或是偽人傳的 這樣一個角度 去理解這些人 他的特殊 他的吸引人的地方 他的感動人的地方 他令我們敬佩的地方 以及他因為個人或是時代 或是各種因素 所背後所產生的各種限制 那這些限制呢 事實上就是我們今天要重新去檢討的 翻行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起點 那最近幾年呢 台灣歷史學界 開始慢慢重視所謂公眾歷史 public history 的探討跟提倡 那公眾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就是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 歷史呢不是歷史學家寫的而已 歷史學家必須走入社會 面向大眾 和大眾和他的讀者 一起來共同構築 一起書寫 一起建構 屬於大家的這樣一個歷史 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那歷史 關於歷史的討論 關於歷史的各種爭論 論爭 關於歷史的一種想像 也環繞的歷史的各種記憶的認同的這些問題 也都不再指示某些人 某些群體 或是某些權利者 或是某些個人的這個專利品而已 而是一個 是應該是被 可以被共享的一個公共論述的 這樣一個觀點 所以 我最後呢 就用幾個最近還蠻流行的 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這個 公共歷史的作品 最後這個明年的結束 那 不管是各位 少期讀過的 陳柔晉女士的成名作 這個關於西方文明書體驗 或是最近非常忙碌的 東華大學蔣卓塞老師 他的關於大眾文化的作品 或是 十大的 許佩賢教授 他把他的 國勢論改寫成 哈利波特國法學校的這些 這些作法 都是公共歷史學的一些很代表性的作品 也是學院的台灣史研究 想要面對大眾 進入到讀者 或是創造新的讀者的一些很重要的嘗試 所以雖然 雖然 某種意義上來講 我覺得 大家出的這個 台灣文化史 或是對英能的討論 雖然仍然是有高度的專業性 但是 也可以把它當作是 這樣一個 公眾歷史學 或是歷史學公共化的趨勢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嘗試 所以 我想以上 就是我非常粗淺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 希望各位 不令你批評指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張宏志教授剛才 他很精彩的一些分享 就是怎麼樣去閱讀這本書 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那其實 剛才他提了幾個不同的層次 當然也許這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說 實際上不只是 因為 他之前說到這個 那個 藝人家舉好像 他被 他的鬥智室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 被 東京地大拒絕了 那 不過他爸爸是 東京地大的 那個醫學部的 是醫生 那 他自己倒是 很有趣的是 他是嚴守師範畢業的 那 這個就要思考 但是他後來是 專長是跟平井學的 就是跟他們在一起的 做的這個 這個 是人類學的 而且他跟柳全國難非常 要好 那這個就很有趣 因為 日本除了官方的學問之外 其實 柳全國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民間學的一個 重要的學者 那到底是官學裡面的東西是重要的 還是民間學的東西是重要的 就是說 知識到底是怎麼 怎麼形成跟產生的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特別像剛剛 張教授提到說 那個 人類學也許 在這個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傳統 就是 變成需要在一個地方蹲點 蹲很久 跟這個 可是 19世紀正好是這個有趣的 轉變的事情 因為它正好是從前面的 傳教式 形態的人類學的 轉成為 後來非常學院式的 人類學的一個過程 因為美國人類學之父 波爾斯 也過就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們熟知的很多 這一個 不管是米德 或者誰的這些作品也好 其實都是20世紀的 那它其實是 那個 那個 硬能家舉其實 嚴格講它是19世紀的人 19世紀 然後20世紀的前半就過世了 所以 實際上它的整個 這樣的學術的脈絡跟傳統 會非常有意思 剛剛剛剛我點到了 他們東北的人的 這個 一些特質 特性 或特質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 值得去思考這裡面 它有很多 面向可以去發揮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請陳建手 先生 我們 博士來 幫我們 用這個 閱讀史跟文化政治的角度 來看這個 因人家舉的作品 好 謝謝 非常謝謝各位 主持人陳軍凱教授 那 代表人 張文治老師 我其實 完全不是做台灣史的研究者 那今天這個活動 因為是跟故事還有說出河畔 我過不得已 呃 非常一定就是得要參加 這樣子 那我其實把 唐文化智放在我的桌前面 其實想了一個禮拜 然後總算到有一天我想出來說 那大概我還可以 呃 我還可以講一些什麼樣的 呃 呃 方向 那其實這個禮拜 我其實跟張老師談了一下 就是我大概可以講一點殖民跟後殖民 那我自己做的研究跟台灣史完全沒有關係 我其實是一個做概念時的人 做歐洲的概念怎麼樣經過日本 那回到中國來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有一點點想要把 呃 依仁家舉這個人 放到當時候的脈絡裡面去談 那第二個其實我們 我想要談的其實是跟殖民還有後殖民有關係的事情 那 這個是依仁家舉 其實我其實不太知道為什麼 我在網路上跟在書裡面都看到一張這麼年輕的照片 就是 這是 依仁唯一在我們認得的那個照片 就是他其實非常年輕 那他其實是1867年生的 再過一年 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明治維新就要開始 那明治維新前面十年都在談一個事情 就是文明開化 那文明要怎麼樣 什麼樣的文明才是開化的 那你有一個 當時候有一個 其實這是一個瑕士的殖民主義而來的文明的等差子 那是歐洲的先 是文明的先進國 那你日本其實是所謂的刺激的文明的地方 所以你 我在讀 台灣文化志的時候 就是他告訴 他寫了非常多關於原住民的技術 我總覺得隱隱藍他是在告訴他的讀者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台灣這個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的台灣 他才會變得更文明 才會變得更開化 那他其實 他1867年生 那1895年其實他28歲的時候來台灣 待了十年 那我們都可以想想看就是一個28歲的人 然後離開東京 然後到台灣來 他懷抱著 懷持著什麼樣的想法 那懷持著什麼樣的胸襟 做這些調查 那剛其實反覆 陳老師跟張老師都提到就是說 他到底是一個歷史學家 或者是他是一個人類學家 那假設我們 繼承著剛剛陳老師的討論 如果用20世紀那種人類學家的標準來看 那伊人的文章大概不會是一個人類學家式的技術的方式 他其實更像一個歷史學家 所以你可以看他把現在我們知道的 所謂的台灣銀行的那一套重刊 就是重印的那一套重刊的史料 其實引的非常非常的多 他其實利用那一些東西 然後建構出一套 其實寫日本其實要到下卷的第13章之後 才開始寫日本領台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對 我一個完全對伊能跟對台灣文化詞研究 一無所知的人 閱讀的第一重的感受 那接下來我其實想要談的 其實不是我自己的看法 而其實我要借助很重 在我心裡面我覺得 其實是重要的三本書 來談一談殖民跟後殖民 那這些討論其實非常的多 那就像剛剛說的 台灣其實是作為明治維新之後 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 那我總是在想一個事情 不過這事情到後面 閱讀史跟文化政治的地方可以討論 那在還沒開始前 我其實就像剛剛各位看到的 這個題目叫閱讀史跟文化政治 其實是一個命題作文 就是出版社給我的命題作文 所以我也就按照這個出版社的命題作文 談一談我對閱讀史跟文化政治的看法 那後殖民跟殖民的部分 其實跟文化政治有關聯 那閱讀史我其實就談一談 剛剛張老師其實談的就是說 他作為一個讀者 那我們可以怎麼讀 那我想換一個方式來想 我並沒有答案 因為我並沒有去做這樣子的研究 但是如果我們從同時代的人如何去閱讀呢 那我們可以開展出一個什麼樣的新的方向 試試看 那這是大家出版的時候非常 這個書其實是1928年出的 1925年過世之後 他的學生輩整理了他的遺稿 據說他家裡著火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這54冊的遺稿 就是他一定要叫他太太說 一定要保護好這54冊的遺稿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書這樣子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美國最有名 德國最有名的社會學家瑋柏 他其實出名有兩個很大的原因 第一個他有一個好太太 他的太太非常會收集他的東西 第二個他有一個美國fans 所以把他的東西不斷的介紹到美國去 我想伊能有一點點這樣子 他太太把他的這些東西 跟他的學生法這些東西保護得很好 第二個其實歷經了非常多的翻譯 我記得我第一次讀台灣文化 其實只是去看跟民間信仰有關係的那一張 我最早最早很想做台灣民間信仰研究 所以我去看跟民間信仰有關係那一張 其他的其實我沒有很仔細的去讀 好 那接下來我其實要談三本書 但是這三本書其實都絕版了 這三本書都絕版了 其實在某一個層面上是老書 那這個因為讀因為要做這一個命題作文的演講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在想到底有什麼樣的書 可以適合來談這樣子的一個殖民跟後殖民的題目 那我沒有記錯的話我想應該不會記錯 大概在2002年、03年、04年、05年、06年 大概這五年裡面後殖民的研究在台灣非常的流行 那這是一個從英美學界、比較文學界開始的一個風潮 那剛剛其實有一個台文所的老師 就是現場有一個台灣所的老師 就是台灣文學界其實有非常多很好的研究跟作品 歷史學界針對這一波思潮也有一些回應 那回應相對少 那第一本其實我要談的是廖秉慧 那這個其實是完全非常理論的 就是他訪問了 就是各位如果對後殖民有一點想法的話 就大概你沒有讀過 但你總是聽過黑皮膚、白面具之類的話 就法農的話你一定聽過 你一定聽過大地上受苦的人 那你應該會聽過一個Spivak的文章 一開始那個文章其實被翻譯成一個很難聽的名字 叫建民可以說話嗎? 那後面我們就把它翻譯成從屬階級可以說話嗎? 你也會讀過Homibaba的Location of Culture 就是你沒有讀過但你總是聽過這些 那廖秉慧是非常早其實一直在談後現代跟後殖民的人 那至於他們怎麼談 我們等一下會把這三個書串在一起我們來談 就是各自有關係的地方 這是第一本 第二本其實是方孝謙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書 他其實是一個政大傳播學院的老師 他其實做一個台灣史的研究 那這個是完全是很殖民式的 從小說跟上書來談 你要怎麼樣來認同 怎麼樣就是在這些故事裡面 那怎麼樣塑造出一個民主的認同 基本上我不知道台灣史學界的先進跟朋友怎麼樣 那至少在我當時2002年2003年十幾年前的時候 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面 我總覺得這個書其實寫得非常合我的胃口 那他中間有一張其實就在談伊人家學 只是他的一個case 就是他有一個case在談伊人家學 那他談的伊人家學其實是他在談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先講 伊人家學在台灣文化字裡面其實有很大部分的篇幅在講匪 就是土匪這個概念 那他在講說在清代治理底下的這種土匪的形象就是兩個 第一個迷信 第二個就是說這些所謂的被日本統治底下的這些 台灣人民好農民 戰權 general 這麼說 其實是情浮異動 就是情緒很高漲的 所以據他的研究 他說這個土匪的形象其實被後面的所謂的日本學界的台灣史的研究所給繼承 就是說這個土匪的形象 所以在他的這個研究裡面其實談了這個事情 第三個其實是我的師長輩吳建榮 他寫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書其實叫《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 那這大概是台灣歷史學界談所謂的國族認同 那他談的一個國族認同其實已經越過所謂光光是日本殖民台灣的這一段 那他早先的一本書 我其實認為那一本書比這本書更好 是分裂的國族認同 那這個後殖民其實就是說 我們從廖炳慧的這個例子開始看 廖炳慧在這些書裡面廖炳慧的書出得最早 那廖炳慧的這個書其實還停留在介紹這些概念的階段 這些觀念的階段 那方孝謙跟吳建榮的這兩本書其實已經進入說 我們開始用這些概念去分析 那我認為這個書其實很麻煩的是 這三個書其實都已經絕版了 可能都能在圖書館看到 這一本書裡面在 吳建榮的這一本書裡面 其實最精彩的是中篇的四個部分 他分析四個所謂的漢人的知識了 第一個是各位可能知道 張生切 第二個是張文環 第三個是中肇政 第四個是陳鴻勝 這四個人其實都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他們都被殖民過兩次 第一次是日本殖民 後來日本殖民過了之後 有一個所謂的國民黨的殖民 所以他們都有一個雙重殖民的經驗 他在用這樣子的概念在分析所謂的後殖民的情境 所以我今天 今晚其實比較想要談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殖民加舉的這一部書 放到殖民跟後殖民的脈絡裡面 那我們可以怎麼讀 那這其實就涉及到一個從殖民到後殖民的過渡 就是因為本來的題目是閱讀史跟文化政治 後來變成一個批判性的閱讀 那假設我們要對殖民的這部書 進行一個批判性的閱讀 我想後殖民是一個辦法 那西方從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以來 其實有開始有非常多的 我們說殖民主義的行為 暫且這麼說 伴隨了地理大發現 伴隨了所謂的帝國主義 當然薩伊德說帝國主義這個東西 都是殖民先出現帝國主義才出現 那到後殖民就是我們就開始在想 那這些殖民主義要怎麼樣形式 那其實亞洲有三個國家 其實沒有被殖民在這一波裡面 第一個是中國 第二個是日本 第三個是泰國 不過日本其實搖身一變開始殖民別人 就無論你覺得是日本距台時期也好 是日距時期 是日本領台時期也好 或日本治理台灣時期都好 就無論你用一個什麼樣的詞彙 我們都沒有辦法忽略它其實就是一個殖民的過程 那這跟無關政治也無關意識形態 那從殖民到後殖民的過度就是出現剛剛我們這一批人 他們開始在想像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就法農說的被殖民者其實是沒有自己的國家文化 所以你如果讀了殖民文化字 你其實有一點覺得我不知道我讀的對不對 我讀起來總覺得殖民是在很客觀的描述一個事情 所以這些人其實就是像在史料裡面出現的一樣 他好像沒有什麼用一個很流行的書 他好像也沒有什麼人動性這樣子 他就覺得他很平鋪直樹的用一個第三人稱的觀點在講 這樣子的描述這樣的事情 那法農在後殖民的非常重要的理論家說 被殖民者其實是沒有我們自己的國家文化的 那理論因為不斷的被更新 然後也不斷的被重新的在寫思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不好 他其實講了一個話這樣子 他說殖民者可以征服他了 就是殖民的人你其實可以征服別人 但沒有完全沒有辦法說服其他人 就是說在這種殖民的過程裡面 你表面上他是殖民的 但是你說全然的順從其實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揭示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就是 被殖民者其實還是有自己的空間跟地點跟文化 他其實可以施展自己的拳腳 那後面其實又有一個更新的就是 不過我覺得新殖民大概跟今天的討論比較無關 他其實是在講好萊塢工業怎麼樣透過文化這些東西 算播到全世界 那因為你可以被征服但是你不會完全被說服 所以殖民地的文化社群其實就是要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他要怎麼樣重新界定自己的傳統 那怎麼樣提出自我跟他者在線的文化政治的問題 就是說你這些被殖民者就是歷史都是不是自己寫的 是被這些殖民者寫的 當我們後面的後知來者的研究者重新回過頭去看 過去的那一段的歷史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從中尋覓出那個優微的被殖民者的聲音 那被殖民者其實在這個時候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是他 好 那回到方孝謙的那個書 其實他談了一個你可以不同意 我覺得這些話講得比較一刀兩斷 但是其實我覺得可以是可以討論跟思考的地方 就是說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這一群被殖民者的身上 特別是傳統的台籍精英的這些人的身上 他說傳統漢人以孔孟為中心的意義秩序 因為受到殖民現代性的消解 所以在這些漢人精英在這些各種現代思潮裡面 想要求安身立命之處其實不可得 其實我們看幾個知識人的例子 他們其實一直不斷的講位水也好 不斷的在左邊跟右邊的思潮裡面擺盪 好像沒有辦法找到一個位置 第二個就是在殖民族的這一方 他其實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是日本人的漢人變成所謂的皇民 所以這個皇民相較於殖民族 其實是一個弱勢的霸權 所以這會再一步的進展到一個現象就是說 所謂的庶民跟知識清點 其實有非常不一樣的認同兩極的情況 你庶民可能對於這些事情 完全無感 他還是非常的討厭日本的殖民同志 但是知識清點 在所謂的思潮底下 因為這時候很重要的思潮 無論你去留學到日本去留學 那這些腦袋裡面的東西其實是從日本來的 就像我想等一下再講到閱讀的時候 所以這兩個群體其實變成了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景象 那這是方孝謙的任何 那所以在由這個點往吳建榮的那個書去談的話 其實進入了一個所謂的後殖民的情境 就是今天我們要談所謂的從殖民到後殖民 就是日本殖民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 也不能說重要 有一個很平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的現象就是說 日本殖民台灣 那日本人離開台灣 其實不是台灣的人把他趕走的 是因為國際大戰打輸了 所以他就要走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一下子台灣人馬上就要接受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統治的形態 就是所謂的新的政權來進入到這個統治的形態 那這個形態被吳建榮說這是一個後殖民的情境 所以其實這涉及到一個雙重到後來後殖民的研究者一直在談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是一種雙重的殖民經驗跟第二個這是一個內部跟外部的殖民經驗 所謂的外部的殖民經驗很可能是日本人統治台灣 但是在內部裡面比如說皇民他是一個弱勢霸權 但是他跟另外的那些不是輝皇民的人 其實可能形成一種雙重的殖民關係 所以對台灣後殖民國主認同的那些作者 就是張生竊、張文環、中兆生跟崇恆生這些人來說 他其實你要反對殖民的第一個工程就是你要區別台灣人跟中國人 要去確立台灣人的特殊性 所以台灣這個時候反倒過去認同前一個殖民族 用來反對跟抵抗現在的這個殖民族 我想這個東西好像說破了也不止英文錢 因為在報紙上、在臉書上跟在新聞裡面大家大概都可以 都可以讀到也可以知道的 所以這是剛剛前面提的那三本書他談的東西 那第二個母題其實就是說 那倘若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一人的閱讀史 那可以怎麼做這樣子 那剛剛張老師其實提了一個說你可以怎麼讀它 但是如果我們反過頭回到那個時代裡面 就是說我們真的回到歷史學這一門學科 有一門學科就叫做怎麼樣研究閱讀史的這門學科 那這個閱讀史的學科他其實有一定的辦法在做這樣子 那這些做的辦法其實是可以想像的 我們可以先從第一個脈絡來看 就是明治維新的初期 呃毫無疑問的英人絕對是一個明治維新初期受影響的人 所以他的老師平靜五老師到英國去留學 那我們現在一般都會覺得日本好像受德國影響很深 但是其實明治維新初期大家在讀的其實是英國人的東西 日本明治初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雜誌叫做明六雜誌 明天的明一二三四五六的六 明六十四 就是這個雜誌其實前面在談的全部都在談 John Miller 全部都在談Edden Smith 全部都在談英國的事情 所以這其實是英學史的旅行 就是英國的那個學問其實在這個時候是在日本的 那相對來說去我把台灣文化字翻了一遍 其實英人家舉好像沒有留下什麼線索說他其實讀了什麼樣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是做閱讀史第一個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他其實並沒有告訴你我讀了哪些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讓我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這可能是你對英人家舉作閱讀史第一個困難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那別人怎麼樣讀英人 那張老師告訴我說在台灣怪奇記事裡面大概有一兩篇短書評 是太坦英人的所評 另外就是他在東京人類學雜誌上面的那些東西 他怎麼樣被同輩的人類學家也好 研究東亞的研究台灣的那些歷史學家也好 怎麼樣被讀跟怎麼樣被接受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其實毫無所知就是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樣閱讀 另外我其實不知道 這其實應該要請教兩位台灣史的老師跟在場的先進就是說 當時候的台灣人在1928年出了這本書之後 讀不讀英人家舉 這是一個寫自己地方啊 這是一個寫自己地方的歷史 當然雖然是一個外國人寫的 但是他怎麼樣當時候的人怎麼樣讀這些東西 那這一直其實就讓我想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想要從事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可以僅止於這樣子做嗎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要開始來做台灣的人 怎麼樣去讀各式各樣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翻開他的日記 翻開他的書信 翻開他的文章 知道他讀了這些書 但是其實有一個避免不了的脈絡其實就是 當時候的這些出版品跟這些讀物都是從日本來的 就像台灣文化志的前一章 他英人寫台灣歷史的方式是把台灣放在東亞 然後跟世界這三個層次的脈絡底下 那這些書在當時候的日本其實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當時候的日本是怎麼樣可以自知拿到這些書的 那我想這樣才能夠很順利的 假設今天我們要談一個依人家舉的閱讀史 那這個才有可能 就是當我們要做到這個地步 那這個閱讀的接受史 它才可能被做出來 要不然其實我們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其實我立基於一個殖民跟後殖民的角度在談 那也不過就是在談我對依人的這些研究的解讀而已 那特別我借重了三個我認為重要的研究 然後來談這樣子的一個 用這樣子的一個引言來談一個這樣子的題目 所以第二個就是如果我們談不了閱讀 那我們總是可以談一談接受這樣子 那人家怎麼接受 我其實做了一件事情這樣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學位論文應該用一句話來形容 就是春江水軟壓仙子這樣 就是所有最流行的東西都會在學位論文裡面出現這樣子 倘若依能跟台灣文化字這麼重要 重要到我們都覺得說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里程碑式的金字塔式的研究 那它理應要有很多人做這些事這樣子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很小的實驗 那我用依人家舉跟台灣文化字做關鍵字 然後去搜尋國土的全國的這些博碩字的論文 我想參考文獻就不用提了 兩個關鍵是一個是1000多筆一個是2000多筆 但參考文獻通常沒有什麼多大的意義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意義就是偏名關鍵字跟詐要這樣子 不過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從過去到現在只要有登錄在國土上面 大家可以 其實可以看一下 用關鍵詞作為 用依人家舉這個關鍵詞做論文的其實只有兩篇 有一篇其實是13年的論文 另外一篇其實是陳偉智先的那個書 碩式論文改成的書 那至於在篇名上直接出現的 其實也不過就只有一篇 因為陳偉智的那一本書其實 一開始的學位論文並沒有出現依人家舉 是到後來的這個陳書才出現依人家舉 在詐要裡面其實也不過才20篇 就是談到依人家舉 但是這個20篇其實在某一個方面 其實證明了一件事就是 剛剛張老師講的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作品 所以研究宗教的、研究詩的、研究原住民的、研究政治的 其實都會談到依人家舉 那它的台灣文化字就會被認為是一個開創性的東西 但如果我們用台灣文化字作為一個關鍵詞 其實關鍵詞跟論文名稱都沒有出現過 那摘要也不過只出現到四篇而已 所以其實我總是在想說就是 其實我有一個同樣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 我不是一個作人 不像兩位老師跟在場的各位 其實是一個做研究、研究台灣史的人 我好像隱隱然覺得依人家舉的地位當然非常重要 不得否認 那好像有一點被太過誇張 或者是太過講的有一點太過重要了 因為這些寫論文的人其實都沒有很在意依人家舉 沒有把它列為關鍵詞 甚至有的時候連摘要都沒有出現 那最後其實就是這本書 其實我認得依人家舉就是 大家出版社這一套書其實是出在陳偉智的這一本書之後 我認得依人家舉其實是透過這本書而來的 那以上其實是我命題作文 雜氣雜發的講法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建守博士的分享 當然 用關鍵字去查 他是不是 這個 一人家舉好像看起來沒那麼重要 其實也不是 因為 一人家舉 在早期台灣文獻的時代 就已經被用到爛了這樣 所以他實際上是 我們都轉引了很多 是一人家舉這東西的文章 其實以前的早期的一些人 就有的已犯一代著作 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像他研究的 其實不是 其實一人家舉先研究了 他只不過把日文翻成中文而已 那其實有很多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的人回顧 在做研究回顧後的一些早期文獻的時候 你可能贏的就是這系列 譬如台灣文獻裡面的這些文章 他的背後可能是一人家舉 所以這個 好要用關鍵詞 不一定直接能夠顯示這個狀態 那當然就是說 現在的一人 當然因為張教授剛剛說應該要結束了 那就是說 的確就是說 我想我們應該用更多不同的眼光 或者是角度來觀察 日治時期的這些學術 或者是他們所做出來的貢獻 那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吹捧他是非常好的 這一個研究 其實說實話有一些 照理說 就是說有很多的內容 在我們今天已經是過時了 其實是過時了 但是 有兩種 督法我們是一定是要有的 就是一個是 我們現在看是過時了 但是 按照我們現在的角度 是因為我們可能有 他沒看過的資料 可能是我們有他 比他更好的研究方法跟工具 那所以當然 他的過時很合理啊 反過來去思考說 他在那個時候 他到達什麼樣的成就 或什麼樣的貢獻 而不是說到今天 到今天他的狀況 因為我們是踩在別人的肩膀上 在看未來世界 就是說我們看得比你高 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本來就站在人家的肩膀上 那所以他絕對是有史學史的意義 就像有幾本有史學史的意義 剛剛張教授也提到一個有趣的比較 就是說 你如果從台灣通史的角度去看 連橫的 因為 剛剛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錯 就是說 那個他這個好像傳統方式的寫法 也不是了 他還是分成章跟節這些方式的做法 雖然他看起來是沒有很清楚的分note 但是也是還是去描述 他跟連橫那個寫法 連橫的台灣通史寫法 完完全全是基短期的寫法 這種 完完全全是傳統的 就等於從司法前以來的這種傳統的寫法 他們的時間差不多 可是他的寫法 是比較具有現在的學術風格的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一個比較 那當然我想 這兩本書 不管是連橫的台灣通史 或者因人家學台灣話志 他到最後都會變成是 是具有史學史上的意義的 那當然問題是 在同一個時間點裡面 他們有不同的一個 這種寫作的策略 或者有一些不同的這個風格 也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好 那 很感謝兩位剛剛的這一個分享 那是不是有 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現在進行這個Q&A的這個時間 那就是說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都記出來 像剛剛不太了解的 所以我們可以再請教兩位主講人 這樣子 請問什麼問題 或者是想要這一個進一步詢問的呢 請 請 請說您自己的身份 或者是那個 你我是那個 政大社會系政的一學 我想請問就是 兩位問題 因為剛剛提到後殖明 我覺得很好玩喔 如果在 你在美國讀後殖明 他們講的是 殖明怎麼形成 以前是講殖明怎麼形成 這個命題是這樣轉的 那我在想藝能有沒有可能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讀 因為剛剛提到閱讀史 那台灣人當時怎麼讀 其實這個我到底有沒有不知道 那比如說他提到柳田柏南 因為現在在講的殖民關係是 你到殖民地 然後你其實是帶著一個東西去分內 然後去研究他 你救他回來你回到母國 你會發現你其實也不會很不熟悉 然後這個東西又反過來說 如果我講說法國英國其實有像這個味道 因為後面柳田柏南又有原野物語 原野物語其實是日本那種自我認識 自我在認識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不曉得說 不知道說在 有沒有可能這樣讀後 已經有這樣的東西在談 說這個東西怎麼反過來 變成一個日本人自我認識的一個源頭 就有一個問題 我這樣就請教再做一個重點 這問題鄭老師應該自己回答一下 我個人初點開法是這樣 就是的確如你所講 就是那個 厚子民研究他本身有一個 內在理論有一個發展的歷程 所以 所以從那1978年那個 薩伊德東方主義出來 後來到那個三大家 不管是爸爸或是Steagall 後來有各種不同的流派 所以今天在台湖子民的確 我們不再講一個東西 我們再講一個詩詩 那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但在台灣目前的這個討論的半路裡面 我覺得有三個東西 可能可以直接間接稍微 就是延續剛才那個 見守的談法這樣 第一個當然就是關於殖民現在性的 這個討論 就是到底什麼是殖民現代性 那殖民現代性 是指一種普遍的現代性 然後透過日本移植到台灣 然後可以 台灣的Case也是這個 全世界的現代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方案 那這是一種理解 那一種就是說 反殖民現代性 就是特別是 最近那個 就是伊能跟素野傳之城的那個 台灣翻了事情 由那個鄭大的 副齊教授翻證那個 中文之後 那個副齊教授他的 我剛才那名字叫 藤景志基斯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日文 那他已經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本身就是一個 沒有意思的故事 但是他 從來就不認為這個 殖民現代性是一個 完全正面的東西 他一直的立場就是批判殖民主義 但是各位可以看他新版的 去年幾當初的 這個就是關於這個 台灣犯人事情的序裡面 他原來是持得一個批判的態度 來看日本帝國主義跟殖民主義 但另外一方面他 很微妙的 他把這個 伊能的這個殖民性的 殖民者的或殖民 帶著帝國之眼來研究這個 殖民地的這樣一個 某種 刻本印象的這種分類之下 他仍然覺得他是一個 一個人 一個可以 某種程度從客觀的角度 去做一些紀錄的人 一個可以去同情被殖民者 或者同情原住民遭遇的這樣一個人 站著雙重的角色去談他 所以就是說殖民現在性的這個討論 現在已經慢慢的 劃出來那種截愛二分的部分 而且開始去談這個殖民者跟 被殖民者之間的這種關係 或是相互建構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你剛才提的那個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那個 Empire rights back 就是開始 或是Empire at home這種概念 就是說一個帝國的中心 他的自我認知 或是他對於自我的認同的那個刑述 事實上是透過他對於殖民地的 這種異己的對照 或是甚至是透過殖民地的這種經驗的 揮塑反塑來做一個鏡像 來認識自己的這樣一個部分 嚴格來講我覺得 台灣目前還沒有太多這樣的作品 那如果有的話是在台灣文學 對跟日本文學 或是說日本文人在台灣 或者是做台灣的灣生作家 像西川滿 或是這種灣生的世代的藝術家 像歷史鐵城 像這些人的這些個案研究裡面 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相互的 作為日本人 作為內地日本人 跟在神秘地日本人之間的 這樣一種互動的 相互映照的這個部分 但是在台灣史的部分 我覺得還沒有像文學 或是文化研究做得這麼深刻 那這個是就是 關於Empire at Home這個部分 那至於Empire Right Back這個部分 我覺得 好像也還沒有太多的 不管是歷史 文學的作品可能有 就是從那個抵直或是反抗 或抵抗的角度去 去談這個 就是台灣人作為被殖民的 怎麼樣去經歷這些 不同的這種殖民者的經驗 怎麼樣在不同的殖民情境 不管是早期、中期、後期 不管是在武力抵抗時期、文化運動 政治社會運動時期 或是戰爭時期 或是戰後初期 怎麼樣去在不同的情境裡面 去進行 所謂的 就發揮它的能動性 或作為一個 有主體 有認知 可以思考的這樣一個被殖民者 去回應殖民情境的這個部分 看到比較多人 是文學的這些作品 或是政治社會運動的這些先行者 或重要的人物的個案的這些討論 但是 是不是 有真的像 英美的這個 後製民研究所謂 empire rise by 整個翻轉這樣一個 討論的制度 我覺得是目前還沒有看到太多 以上是我簡單的回應 謝謝 好 剛剛張教授提到 傅琪 就是他更有趣的是 他本來是 在日朝鮮人 所以他在日朝鮮人 然後用好像日本人的身份來到台灣 結果最後變成了傅琪 變成中華民國人 蠻有趣的一個人 有趣的就是在我那裡講的就是說 那個 實際上用帝國之眼去看 剛才 張教授提到傅琪 現在認為說 其實可能 一人家庭可以用 相對的比較客觀的去看台灣的一些事情 實際上我覺得 那是因為 我們真的對日智時期的這些學者的 認識好像還是不太夠 我舉一個例子 1899年的 有一個來台灣的醫學博士 他整個在台灣看了一遍 他做了一個演講 就講台灣的衛生 那實際上他很有趣就是說 其實裡面的整個敘述是還蠻客觀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太有那種所謂的 他當然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他觀察怎麼樣讓 就是說怎麼樣讓這一個 他新取得的殖民地 是能夠讓他們能夠運用的 這一點毫無疑問 但是他的客觀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他去觀察的 食衣住行各種這種東西的時候 他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覺得台灣人吃豬肉吃的很多 這件事是好事 他說因為脂肪的攝取很重要 他覺得日本人吃太少 所以他其實反而會去思考 他們日本人自己的狀況是什麼 甚至於他也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台灣人絕對不喝生水 一定是煮沸才會 他也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因為日本人可能 可能在他們日本 就直接田裡的水或什麼都會喝 但是在台灣的話一定是煮沸 那所以這一類的狀況其實蠻常見的 因為有些人用殖民跟那個 殖民者的角度好像一定帶著優越感 或什麼 其實不盡然 不盡然 因為公文有知 跟他的學生們講的那個話就是 他說台灣服是世界最衛生的服裝 他的學生聽耳聽到的 就記錄下來 那其實我覺得這些狀況是 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理解 有很多部分事實上是 是不太清楚的 甚至於也是 剛剛這個陳建宏博士他也提到 就是說像 他受的訓練 那個 就是說 英男教育受的訓練 他也許 有可能 有可能是英國 跟英國比較有關的 也許 那實際上有趣的是 霍特欣平 他心目中的衛生制度 其實是英國制的 其實是英國制的 有些人把它寫成德國制好奇怪 沒有沒有 就是英國制的 因為那個小野方堂的書裡面 就直接講 歷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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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來 請 我叫一潔 從荷蘭英凱凱大學的文章 有關心 然後我有一個問題 就想請問張老師 我們所有的閱讀 其實 麥克風本來要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好 這所有的閱讀都會涉及到 主題可能是 課題的問題 例如 subject and object 然後 因為 問題就是 誰在讀 然後 所以我想請張老師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談一下 就是 就是 伊能 家庭這本書 跟台灣民族主義 的一些關係 因為 主題 我們在讀一本書的時候 可能 其實主題也是被 會被 建構 會被重新回溯來 被建構 因為我們在讀這本書 其實 那本書其實也從事在 在定義到底我是誰 因為我是一個 以一個主題的身分 去讀一本書 因為在 這個過程中 我其實反而被 重新再建構 所以我 我就想說 最近 就是 張老師提到的 異能熱 就是說 這異能熱 跟 跟 跟台灣的民族主義 就是有什麼樣的 可以 稍微講 這不是你的舊的題目嗎 黃毅杰博士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台南歷史畢業 但後來離開歷史 進入政治學界 後來在英國拿到博士 現在在荷蘭教書 這樣子 然後先看到他 這個問題我沒有答 我覺得應該你還記得 大家做一個說明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假設說 這個 異能熱 本身是台灣民族主義的 反應 我覺得是太 太直接 因為我覺得他是 某種程度 這個偶然性的 一個結果 就是說其實 這個 這個異能熱 如同剛才建首講 為什麼建首 透過那個博碩士論文 找不到任何東西呢 因為在19 應該來講 在1990年代之前 就是 異能跟台灣文化是 當然不是像 主持人所講 通通是在那個 被翻譯操行 引用的那種情況 但是 某種程度也是類似 就是大家不太知道這個人 也不太知道這個書 只有圈內人 或少數人才知道 是這樣的情況 是一直到1995年 就是四位老師到 到日本參加這個會 然後1998年 那個台大辦了一個 一能展 就是我手上拿了這本 這個展之後 才開始了大家對一能 因為是台大 因為是在台大辦 然後因為是吳畢查辦的 然後因為是陳偉 是那時候 開始寫論文 所以這些偶然的因素 就是讓這些 一能熱的這個推手們 突然間 有那樣一個時機 可以冒出來這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跟 就是解言之後 本組畫 或是台灣 在尋找新的認同 或是 甚至台灣民族主義 要建構一個新的 論述 要找到一些新的 資源的這個角度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link 可能要比較複雜一點 並沒有辦法做直接的對照 那當初 各位 剛才好像有人去看台大那個展 如果你進去的第一張照片 其實是 四個老師 坐在那個原野的那個會場上 來討論一能家舉 跟 就是一能家舉 台灣研究 或是這樣一個 第一個是我的老師 就是超永恒 第二個是已經過世的 就是也是先進黃米林 第三位是前年過世的 楊南俊先生 第四位也是 2014年過世的 張岩縣老師 就這四位老師現在都不在 就是非常疑憾 但是 這四個人 代表不同的 台灣史研究的世代 然後因為因緣際會 去參加那個會 然後 參加那個會之後 台大辦的這個展 然後把 台大從地大 留下來的這個 一能文庫 正式的介紹給大家 然後開始 仔細的去爬書 去解讀 去出版 透過各種活動 去紀念這樣一個人 某種程度也是紀念 台大也是紀念 第一大也是紀念 一個台灣研究的 一個先行者 所以如果大家仔細看 從1995到1998 到今天 你跟他講 你不要太久了 所以你跟他講 一能熱也是可以 大家如果要繼續 也是可以繼續 大家出版實在是可以 亂刷三刷 我該的意思 並不是說 一能熱有什麼不好 我只是說 如果只停留在 偉人崇拜 或是這樣一個層次的話 是 某種程度也不太 對不起一能 因為他的確是 一個複雜的人物 然後他 也不是一個人 他代表的是 一群人 他代表的是 一個台灣研究的世代 台灣文化是代表 不是一本書 或是只是孤立的一個 里程碑 或是金字塔的作品 各位如果 像 劍首他雖然說 他沒有看過 太多台灣史的東西 但他對日本 或是西洋的東西 非常熟 他自己現在 曾經啊 剛交棒 主持那個說書的 那個網站跟 就是 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講 這一類的人 其實在當時是很多的 就是 對一個點 能夠深入 長期深入到一個地步 然後能夠留下 非常非常多的業績 的這樣一個 這樣 就不是只有一能 鳥居龍杖也是啊 就是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而且 日本人不是只有在台灣這樣 在朝鮮可能有秋葉龍 在滿洲可能有誰誰誰 那也不只是日本人才這樣 而來在印尼 或是當時的 這些帝國的知識分子 在他們的殖民地 都有一些類似這樣的知識分子 或知識精英 所以那個是一個時代的 一個產物 也許是19世紀 或者20世紀初期 所以 就是回到你的問題 我覺得 就是 你的確可以說 一能熱 或是對一能的紀念 或台灣文化制的重新出版 是反映了 某種 台灣的 當代 或是解約以後的 某種追求認同的 自我認同 或重新塑造 一些新的 甚至 民族 敘事等等 或是國族 歷史 那是你的研究 那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案例 但是我個人覺得就是 如果要直接做到一個關聯 可能還需要比較細緻的分析 因為 對我來講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偶然的產物 四個人 因為怎麼樣關係 到遠遠開了會 然後在台大辦一辦 然後也許有一些內在的禮物 也許也不一定 但是 就是 到目前我來看 我覺得並沒有辦法直接 把它跟藝人的閱讀 或台灣文化制的閱讀 做 跟台灣民主主義做立即的關聯 目前 目前是這樣 那 期待在座的先進 或是 藝姐他可以 或是 陳俊凱老師可以做 做一些研究來加深 加強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 好 謝謝張教授的說明 那個 我 那看起來我們的脈絡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 我是80年代的時候 80中葉就 就copy了他這一套書回去 那 因為幫我copy的那個學弟在95年就過世了 所以 跟這個95年的事情沒什麼關係 所以好像脈絡不太一樣 那事實上 那也許我不知道 我們比較早知道這件事嘛 比較早 早知道這件事嘛 比較早認識到疑問家居 那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對不對 他這邊也有back了 那 沒有我們再開放一個問題 有嗎 好 那 我想 其實我們都要重新 如果沒有 那沒關係 我們因為 本來他這個地方 也有場地的 時間的 限制嘛 那我們就 今天的這個 討論 到 這裡為止 那 我希望說 大家以後有機會 對這個 不管是藝能家居也好 或者是台灣史也好 那 能夠有更深入的認識 那應該是 一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也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在這邊分享這些 也 謝謝兩位主獎人 謝謝大家